一要切记,这年头什么都值些钱,就是岁数不值钱,岁数大了不是本钱,心里千万别有那么多的应该或者不应该,喊你生老头儿,没什么错,叫你生老先生是对方的教养,并不关你什么事,年轻人凭力气占优强先,那是生物本能,有人给你绕个座,那一定要记着说声谢谢,那是有幸碰到了大好人。 二要切记,不是人人都爱听,像当年,如今不是一苦涩甜的年代,没人愿意享受你的光荣历史和坎坷经历,时代毕竟不同了,你吃过的野菜,现在变成了高档家肴,你肯荒造田,现在撑了破坏生态,红珍珠皮带冲击的故事,让年轻人没法理解,放到现在煮一根皮带,总没有炖几斤肉来的经济, 因此,像当年的话题要是可而止,毕竟当今胜过当年,真要切记,尊卑的教育是子女的事,不是你的责任,钱是少管,如今都是奥特曼灰太郎年代了,你还在讲从前有座山,山上有个庙,那才叫混人不倦,与子女相处, 千万不要喋喋不休,要有正邪的位置感,既要到位,又不能觉得合错位,大事上表个态,听不听别计较,特别是家中的少管闲事,子女争求你的意见就是敬重,要学会主动追求清闲自在,四要切记,你想孩子了可以打个电话, 孩子想你了可能连打电话的时间都没有,你就当他们有事业一定比你忙,千万不要为此事交真,来自己去做比较,记住,抱怨多了过两败智商,如果孩子真来看你,可千万不要找理由抢留着,孩子们花时间与花钱一样金贵,能抽出一分钟来看你就是好事, 如果不给孩子一个宽松的时间与环境,今后看你的次数将会越来越少,五要切记,自愿付出时别想着回报,不要总把为别人做的那些事挂在嘴上,帮子女做饭洗衣,照看孩子没有不受累的,就当一种兴趣,千万别当着子女的面倾诉,理解不理解的要多些胆定,全当时为社会做了义工,有些事不一定就能将心比心, 尊老爱佑,永远是把爱佑放在第一位,因为朝阳总比夕阳能让人憧憬,记住,付出是送给别人的东西,千万不要想着再找不回来,那会让所有人都不愉快,六要切记,不要总想着改变别人,林家女孩炸暖黄寒,就穿上了短裙丝袜,那是姑娘喜欢美丽动人,老伴做事丢三落四,无法完美, 那是多年难改的完期,其实,每人都有自己的习惯和胡法,原本没有绝对的对与错,改变不了别人就试着改变自己,其实你自己也很难改变,与其这样,不如来个和平共处。 当然处之总比之手画脚让人喜欢,七要切记,待人出事别太口门,钱多钱少都要爽快大肚,对亲朋好友自不必说,就是子女买来东西孝敬,也一定要说声谢谢,想着付钱,虽然很多人都不缺钱门,但早要的就是那种坦然, 记住,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,享受和谐快乐,也要掏银子出本钱,把树得过来的养老金花出学问可是一种智慧,人死了钱没花完,真不如生前开明大一些,把继续全花光了也不是个办法,毕竟人没死钱先没了,会更悲哀,所以该花多少钱你自己琢磨,八要切记,邋邋遢遢不是小事儿, 人老了懒天可以,但千万别懒在穿衣带帽,洗顺带身上,你要保持艰苦朴素,的革命传统可以,但要记着干净整洁,这年头世界都变成了地球村,国与国,人与人的关联更加紧密,别因为自己的邋遢,影响了家庭的生态,要知道你的卫生,你的穿戴不是你自己的事,那是家庭的招牌和子女的脸面, 你不在乎不行,因为有太多的人在乎,就要切记,千万别像存钱那样存着破烂,又倒是,不加值万贯,那是上个世纪前的说法呃,见什么都稀罕,那是老化的征兆,当下想留存东西不能看有用没用,要看常用不常用,不常用的东西,真用的时候不一定记得起,记得起也不一定找得到,所以还是早早处理掉的好, 大姐的东西得赶快更新,说不定以后花钱免她走都不容易,家里的东西究竟是多事少,先看看你家的踢脚线,能露出多少就立马知道,是要切记,别老想着靠子女,消除寂寞根本还靠自己,自从大杂院改成了单元房,放飞的都是小家庭的梦想, 小家庭的日子就像私家的车,虽然都在一条路上跑,但没人愿意去合伙拼车,老年人要练好的是自己的车,即使独守长夜,也要勇敢的往前走,逛交朋友,储蓄友谊,才是老年人应当尽早做的事情, 当你不能再细细抖动时,依然可以给新朋友打个电话,去交流喜欢的美好话题,记住,人老了,千万不要讨人嫌,更不要越人烦,人老了,已经不中用了,希望值不要过高,摆正自己的位置,调整好自己的心态,自己找了, 在生活上精神上,不要成为子女的累赘或负担,才会让人尊敬,切记,先是一生只有一个人能与你形影相随,生死不离,那就是你自己,这是个切记不是我的首创,只是做些创改,不过挺实在实用的,人老了就不要用老脑筋老眼光看问题了,自己安排自己的生活,学会自己找了,不残忽孩子们的事了, 另外,学会从别人身上,发生过的事情总结经验,吸取教训,当婆婆当公公不要动不动,向小辈索要东西或者挑衣,他们想到的是他们的孝心,没有想到的不要怪罪他们,学会宽容,心有多宽铁有多宽吗? 当老人应该做到,半龙半侠半哑巴,半傻半捏半目呢,粗粮蛋菜廉价差,天他莫把脾气发,公婆儿媳本一家,莫应小事把家打,老门宽容小不差,其乐容容少尴尬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! 脑袭 脑袭